什么药引 是我臂膀上一块肉 天下 马雪云 你疯了吗 哪有网药汤里加人肉的 王妃你有所不知 这天下匪夷所赐的 药引子多了去了 十年前我朝大将出征柔染 但中途突然病倒了 药匙网孝 奄奄一息 却有为神医 取一泡黄土作为药引子 治好了他的顽疾 大家都觉得奇怪 这黄土怎么能治病呢 原来他就是得了 思乡治病 这黄土啊 刚好对症 同理 这人肉作瘾 听起来是不可思议 但也是要点上有记载的 雪云 让我看看你的手臂 我没事 你怎么能这么傻 那只是传说啊 只要是为了殿下 哪怕再荒谬的传说 我也想试试看 雪云 最近哭了你了 只要有殿下这句话 雪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没什么伤害自己 真是太傻了 殿下 雪云只想让你快点好起来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不会辜负你的 你说世上怎么会有 她那样的女人呢 她是不是疯了呀 挖自己壁堡上的肉下药 亏荣旨还觉得感动 药我都觉得害怕 这种爱情多吓人啊 万一有一天夜暗深恨了呢 你今天吃她一口肉 她下回断你肠子 你笑什么 我你笑什么 我很认真 我没有开玩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手怎么了 王妃请放心 这是奴自己弄伤的 我爱的 你不用担心 我看看 怎么回事 王妃 既然你不说 那我自己看了 殿下 你应该好好休息 先不要忙政务 事情总是忙不完的 王妃 你这样突然闯入 岂不是太莽撞了 娃儿 你来说 这丫头是 她是太后 赐给殿下的婢女 但是马侧妃看了以后 非常喜欢她 便把她留在身边 现在 在芳草阁伺候 殿下 我瞧这丫头 温顺可人 做事又特别机灵 才把她带走的 你不会介意吧 你不认识 只是个丫头而已 雪云喜欢就好 楚瑜 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告诉我 她把这个丫头带走 就算她是一个 卑贱的丫头 但她也是活生生的人 马雪云为了一己私欲 竟然割下 她手臂上的肉 用来成全自己 为殿下牺牲的美名 你太残忍了吧 难道婢女的性命 在你眼里 这样不值钱吗 雪云 这怎么回事 你还不明白吗 你这位温柔可欠的马侧妃 割掉婢女身上的肉 用来代替自己的做药义 这样你才会更加感激她 更爱她 婉儿手臂上的肉 就是证据 雪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妃 你袖口喷人 我们侧妃手上是有伤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马雪云身上的伤是假的吧 把纱布揭开 不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王妃 这些都是婉儿告诉你的吗 是啊 主子 这是刚刚包扎好的呀 我没事 我没事 绝语 王妃 现在满意了吧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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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奴没有撒谎 昨天夜里 侧妃命令奴 割下奴手臂的一块肉 其实为了殿下 也是无可厚非的 为怎想侧妃他有如此打算啊 我明白了 你探听了主子的打算 故意假惺惺地割掉 刺短身上一块肉 再到殿下面前诬告 以为是主子 抢了你的功劳是不是 主子对殿下一片痴心 才可舍身做药营 你不但不怜悯 主子对殿下的一片苦心 竟还想将功劳 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无耻的丫头 不 没有 都没有 都真的没有 王妃 奴所说俊俊术实 只有半点续言啊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主子手臂上的伤 又是从何而来 我 王妃不知 王妃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王妃不会撒下 明天大话 这样太容易被拆穿了 荣旨 你是聪明人 你应该明白 到底是谁在 会销视听 的确容易被拆穿 一般人不会去做 但那就是笃定了这一点 才想冒险一次 殿下要是信了 他可就成了一身 委屈的功臣 麻雀变成了凤凰 怪就怪他太想上位 迫不及待地想要挑拨 我跟殿下的关系 失了分寸 怎知我跟殿下情深 怎么会被这三言良语 给挑拨 婉儿陷害侧妃 以下犯上 本来应该按照规矩杖杀 念及初犯 看在太后的面子上 杖二十 遣回宫中 不 不 不 殿下 婉儿不能回去 我已经被赐给了殿下 如果就这样回去 会被活活打死的 殿下饶命了 救命啊 婉儿没有撒火 殿下 容之 你怎么能这样是非不分 黑白不明 这件事情明明另有蹊跷 王妃 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你宁愿相信一个 卑贱婢女的话 都不相信我的话 婉儿一个奴婢 虽然是没有胆量去污蔑主子的 但是 若有人为她撑腰呢 如果那个人给了她足够的好处啊 她自然敢铤而走险了 所以你是想说 是我教唆那个丫头 故意让她说谎 来破坏马雪原的牺牲了 奴不敢 不过 这世上杜妇多得是 不愿眼睁睁看着殿下与主子情色和谐 每时每刻都在挑玻璃剑 天悦 够了 我 马雪云 什么时候你的婢女 都敢对我出言不逊了 碧玺 你怎可诬陷王妃 长嘴 够了 你家主子心定善良 叫你自打耳光 倒叫我不好说话了 不过机会只有一次 再叫我听见你出言不逊 就割你舌头 听懂了吗 是 容旨 这是你的王府 随你怎么办 我们走 殿下 谢谢你信任我 只是这样一来 让你跟王妃的嫌隙更深了 你怎么办 雪云 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做伤人伤己的事情了 若是我的健康需要你的血肉来换的话 我宁愿死 好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站在你旁边 你 王妃这是怎么了 谁又人家不高兴了 你去问容旨 看他都干了什么 殿下 殿下不是正病着呢吗 马雪云 明明是他比婉儿割肉当药引的 容旨都看见了还不承认 还非说婉儿撒谎 然后重罚了二十大板赶出府里了 这公平吗 兴许有什么误会 那我什么误会 婉儿真要撒谎 会想出这样的婚招吗 这马侧妃出身高贵 殿下看重他 偏袒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又何必为他这样生气 亏我还以为他 他怎么 兰若 我说你一句 你就要挤对我一句是吧 王妃 您该好好地想一想 如今这样生气 究竟是在为婉儿鸣不平 还是在吃殿下的醋啊 我 我 我不闹了 主子 你这又是何苦啊 婉儿是冯太后身边的人 既可以打也可以骂 但就是赶不走的 但若是他犯了什么大错 那可就怨不得我了 那你也不用伤了自己吧 我让他挖肉给殿下做药引子 他拼命想着上位 自然是舍得的 但若是我把这功劳得了去 他肯定就不甘心了 整个摄政王府啊 只有刘楚玉能与我抗衡 我算定 他一定会去找刘楚玉 他虽然聪明 但是算计不足 还颇有一番古道热肠 再加上女儿家家那一点妒忌 他一定会去为婉儿出头的 所以 你才在自己臂膀上又割了一块肉 如此一来 那婉儿便是诚心诬陷 背后指使她的人 自然就是心怀怨恨的摄政王妃了 这才是真正的一镜双雕啊 殿下看着我血淋淋的伤口 自然会有怜香惜玉的心思 加上病情未愈 心情烦躁 当然是想稀释宁人 可惜摄政王妃啊 性情刚烈 他们俩的性子 是条不合的 主子 奴婢知道你一片苦心 可看这伤口 若是郎主知道了 一定会心疼的 奴先替你上药吧 等等 你去给我拿盐来 盐 去呀 是 主子 盐到了 主子 在伤口上撒盐 简直人间酷刑 你到底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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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伤药 伤口就会恢复 但如果用盐 伤口就会变得更加恐怖 主子 这得有多疼啊 奴婢看着都疼得哆嗦 伤口严重 有我心里疼吗 殿下看到这样 会更加怜悯我的 更何况 我要牢牢地记住这份疼 这全是刘楚瑜送给我的 小心点 别再跟着我了 我来接你 走吧 这次奉佛大典 你就不用跟了 可是 有我在呢 走吧 还不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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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丫头 没听见殿下说吗 陪着呢 走 主子 你说 殿下有没有觉得 我今天很漂亮呢 这道礼服 是为典礼而准备的 那时候我就想 我一定可以穿着它 然后走在殿下的身边 只是没想到 好看吗 简直美极了 薛云 殿下 殿下 你怎么来了 你的胳膊是好是坏 我担心你 我来看看 雪云胳膊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不用殿下担心了 这么晚了 怎么穿成这样 殿下你忘了 明天是奉佛典礼 这是我定制的礼服 怎么样 好看吗 雪云 对不起 典礼你不能去了 为什么 太后一旨 只能王妃去 你无法参加 她 是 真是 但是你们 就不能去 这个羡慕 是 你为了 这个典礼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功夫吗 我就是想站在你身边 雪云 那只是一个典礼 你又何必如此 我不是想争夺什么 只要能站在你们身后 哪怕只是一个角落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去吧 我求求你了 雪云 那是皇室的规矩 即便我是摄政王 也没办法改变 殿下 我为了你 甘愿委屈求全地做个侧妃 侧妃 只是一个侧妃啊 那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妾 就连龟中的密友也偷偷地耻笑我 说我嫁给了一个 给不了我正亲名分的男人了 可是我不后悔 可是我不后悔 只要能陪在你身边 雪云什么都可以忍受我 我只要这一个机会 我想让他们知道 雪云是属于殿下的 雪云也可以站在阳光下 殿下 让我去吧 殿下 雪云 别哭了 殿下 哪怕雪云肯求你 也不行吗 雪云 对不起 你 我 你 好